Hello 大家好 我是Jada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分享過一些我覺得好用的產品 所以這次拍這條影片主要介紹一些我最近覺得好用的產品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接著我們就到這個化妝品的系列 化妝品的系列這次我會介紹 也是在我的影片中很常出現的 首先是NARS的 Pure Radiant Tint & Moisturizer 它有SPF 30 PA 3 我有兩種顏色的 因為主要是化妝品 因為我的膚色不斷有曬、白、白 所以我會用的方便我出去做 為什麼我要推介呢 因為我自己就很怕用一些很厚的粉底 而且我真的屬於乾淨肌膚 所以需要補水的 但如果你說選擇一些太潤的粉底 我自己也不喜歡的 因為它又好像很厚很黏的 我又不是很喜歡這種效果 這個其實相對來說 我自己覺得它是非常利用的 因為它這個品牌也很推薦大家用手去推開它 因為用手可以做到非常非常貼薄 好像自己的那一層肌膚一樣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會不會很厚 或者會不會不貼 因為它真的是他們的Founder Francois Nas 他就很推薦大家用手去推開它 而且它也不認同一個厚的粉底 或者兩折色的粉底是漂亮的標準 所以這個我自己平時都好像當面箱一樣 塗好整個面子之後 當你覺得某些位置想要增加遮瑕 就可以輕輕在想要的位置印一層 其實它的遮瑕已經夠了 因為它是屬於中等的遮瑕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它那麼薄 會不會很沒有遮瑕 但這款是不會的 而且因為我是一個很冷塗防曬的人 它本身已經有防曬的時候 對我來說就是完美 而且它也有很多顏色 淺色皮膚到深色皮膚都有 所以它推開真的很薄 所以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夏天用就更加清爽 因為它持妝度也很高 你會看到它是很薄 而且可以做到一個很自然的光澤感 所以如果想選擇這些天氣 如果你說想選擇黑遮瑕 比較高一點 它也有其他產品 但這個是我自己全季都會用的產品 然後就想跟大家說說遮瑕膏系列 我最近通常會用幾隻遮瑕膏 因為首先我會用一個修理器 先把眼圈的顏色調整成黑色 然後我才會用皮膚的遮瑕膏 所以首先第一個想介紹的就是這個 Giorgio Armani 這支橙桶的Corrector 這個主要是針對一些灰黑、灰紫 主於紫紫的顏色的眼圈 放很少的份量 輕輕推勻它 就會看到眼圈的顏色已經減淡了很多 到你後面再塗遮瑕膏的時候 相對地就沒有那麼厚 而且會比較方便 比較容易遮瑕到的 然後就是NARS的 也是他們的黃牌產品 其中一樣的黃牌產品就是他們的遮瑕膏 你們會看到有兩隻 一隻就是Radiance Creamy Concealer 液狀的 另一隻就是Soft Matte Complete Concealer 這個就是高狀的 這兩隻有什麼分別呢? 這隻屬於中等至高度的遮瑕膏 這隻屬於Full Coverage 即是說 就算是一些BAR 淡斑 都可以遮瑕膏 例如一些暗瘡 暗瘡印 又或者一些雀斑 我都會用它來遮瑕膏 特別是我的微絲血管位 我都會用這個來遮瑕膏 因為它真的拿很少的份量 就可以做到很高的遮瑕膏 但我通常會用手上的 因為用手可以做到比較薄貼的效果 而且拿捏的份量也比較容易去取捨 我現在這隻手上就是Honey Light 3 這個我主要是遮瑕膏 或者做額外的調色 沒錯 這個相對比較薄 我通常會用很少的份量去塗上去 然後也是用手指一樣推開它 你會看到它們出來的效果真的很漂亮 特別遮暗瘡 遮瑕膏 它們都可以做到很乾淨很快就可以遮瑕的效果 我自己也推薦了很多朋友用 也是出去工作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問我 要用什麼遮瑕膏去幫人遮瑕膏 通常都會說我真的用這個 因為通常出來遮瑕的效果 它們都非常非常滿意 所以如果你問我真的要選擇 一些比較好的遮瑕膏 我會選哪一隻呢 我會選NAS的 絕對會選NAS的遮瑕膏 因為我以前沒用NAS的遮瑕膏之前 我都用過很多不同品牌的遮瑕膏 但有些我自己覺得太乾 又或者遮瑕度真的未達到我想要效果 因為我是一個嚴重下眼圈的人 但這個呢 它真的達到我覺得滿意的程度 而且不乾也不會太厚 所以也可以推薦給大家去使用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影片 我都一定是用這個遮瑕膏 是走不掉的 然後呢 就想跟大家推薦一個 好好滑 而且也是平價的一個眉筆 就是Media的Eyebrow Pencil 這個 那這個為什麼我會推薦給大家呢 因為它很容易可以做到眉頭的深淺色 而且它非常好滑 而你梳開的時候 不會很容易梳完之後 又有一塊沒有了的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些自然的眉型 又或者是一些做到眉眉的效果 這個呢 我覺得非常之容易去做到的 而且它的價錢也是相當相當便宜 所以呢 就算是化妝的新手 都可以用這一支 而不用擔心自己會變成立不小心 所以如果你說考慮入手眉筆的時候 這個也是你們可以去考慮的選擇 我記得它有三個色 一個是Grey 一個是Dark Brown 一個是Light Brown 所以你就可以因應自己頭髮的顏色 而去選擇化適合你的眉筆 好 接著呢 就想跟大家推薦一系列我最近非常喜愛的眼影 首先是這個Pony Effect的眼影 這個呢 就是Be Romantic 這個顏色呢 各位所知是非常暢銷的其中一款 它有齊今年都很流行的一些顏色 一些酒紅色、橙色、一些大閃的啡色 它最特別的是 無論你是這樣塗 這樣塗 還是怎樣去配搭 它都可以做到一個很自然很美的效果 而且我覺得它的顯色度也非常高 它的顏色方面呢 我自己覺得呢 就算是新手 都很容易就可以控制到的一些顏色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 就算你是平時喜歡寒妝 它這些呢 也不需要擔心會不會很容易出事的眼影 這個就不會 所以如果你說 如果叫我去推薦的話 那我就會很推薦這一盒 Pony Effect的眼影 而且它的價錢也相對比較親民 所以呢 如果有追開Pony大神的那些妝片 你都會看到它會有用過這些 而且這個主要它的配搭 都是由Pony自己 每一個顏色自己去選擇 配搭的 所以你會看到它每一盒 都有精心想過去配什麼妝 或者是什麼效果 怕硬種的人 煩惱呢 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這一盒它絕對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上色度非常高 亦都不容易飛粉 所以呢 所以給平日常 可能喜歡玩 寒妝 或者想做不同顏色變化的朋友 都可以選擇這盒 Pony Effect的眼影 接下來就想跟大家介紹 還有Pony旗下的另一款比較便宜的品牌 叫做I'm Mimi 這個呢 它們都有很多不同款式的產品 價錢也會比Pony更便宜 但是呢 我覺得大家都一樣好用 只不過看你想要追求一些怎樣的效果 這款的I'm Mimi系列也有很多不同的眼影 我近期很喜歡這兩款 這款是大橙粉通的 這款是最近很流行的豆沙或乾草玫瑰色 這兩款也是我常常會用到的日常眼影 我記得它的價錢也很便宜 好像約$100 它有不同的質地和顏色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紋得很可愛 雖然已經很瘋了 它好像冷衣的紋 而且它帶出去方便 也有一個小鏡 所以我通常喜歡一個化妝袋 就放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在裡面 那天想用什麼我就會放進去 這個小小的就非常方便 去旅行也不需要帶這麼大盒的產品出街 講完眼影的部分 之後呢 我想講純布產品 純布產品 我最近最愛用的幾隻唇膏 首先 先介紹唇彩 Chanel的Rouge Coco系列 這個也是今年一些自然色的 這個也是所謂的豆沙色 這個我通常會塗一點 塗一點 做一個風唇的效果 而這個顏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你會看到它出來的效果非常自然 帶一點啡調 但是呢 我自己就 平時很少單塗的 但它單塗也做了自然的效果 也有一個很漂亮的 令身效果 有帶一點點閃 所以如果想做一些風唇效果的造型 也可以選擇這個 它也有很多很多顏色 我自己最近就比較喜歡用這個 另外呢 就是Lip Pencil Felver Matte Lip Pencil 也是NARS的 這支叫做Do Me Baby 這支它的顏色比較深一點 帶啡紅色的 但是呢 我稱之為中毒色 我自己很喜歡這些中毒色的 它相對地會比較乾的 因為它是屬於MAD的系列 但是它持久度非常高 不需要擔心要不斷補妝 所以它這個也非常方便 但是唯一的不好處就是 它一定需要配合它們本身的不跑 但是我覺得不跑也有用 因為它一邊大一邊小 就可以做回 可以刨其他產品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都合理的 而這一支我記得是240元而已 所以如果想試這些比較輕便的唇膏 也可以去NARS做選購 因為它實在有太多顏色 而我自己也有很多NARS的唇膏 可能會陸續站在我的妝片上 看到不同的NARS的唇膏 但應該都是唯一的準特色 因為我自己特別是秋冬 我很喜歡塗一些暗一點 紫一點或者啡一點的顏色 所以因為我很少塗鮮艷的顏色 可能我自己也覺得不太適合 但你會看到中毒色 它也有它們的吸引之處 而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系列 好 今次這條產品推介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FB、Instagram和Youtube頻道 我們在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